命盘做紫威星 而且左輔右臂都同時都在公位內的 這個是所謂的皇帝命 本命盤到底怎麼講 本命盤當然重要 可是你在本命盤的結構裡面 跟行運的狀況裡面 你是不是完全的就沒有辦法 去做改變跟掙脫呢 我很喜歡 我相信也是你們也都很喜歡的 一個香港很重量級 或者說華人很重量級的明星 梁朝偉 他得到了魏尼斯 金師獎的終身成就獎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貴頻道呢 每個月固定 一定至少上四支影片 那這中間會包含 更精細的命理上的技巧 然後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案例的命盤 我們會怎麼解析它 一些比較細膩度的解盤的邏輯 我們每個月會固定有一個時間呢 會做直播 當面的來聊 你有什麼樣抖數上的問題 以他一個高中學歷 然後在頒獎的典禮上面 用非常好的英文 闡述他的肝嚴 不管從為人或是宴記 或是內涵方面 都讓我們非常非常佩服的華人之光 幾乎是什麼樣的角色他都能夠演 就像李安說的 他幾乎是導演的夢想 有他在可以瞬間幫整個電影提升不少 我自己很喜歡他 有一部電影啊 2003年拍的一部電影 叫《行運操任》 《行運操任》這部片子裡面呢 他演的是一個神棍 詳細的介紹了那個神棍啊 要怎麼騙人 以及這中間啊 很多看風水的技巧啦 酸命的技巧等等的 演得恰到的好處 那對於讓他有這個人來講啊 當然他就是一個很勵志的一個故事 因為他的學歷也不高 然後他可以一路拼到這一種世界等級的這樣子的位置 從命學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當然可以知道說啊 這種其實就是我們標準所講的 你的本命盤 可能出身的環境不佳 可是運線走得很好 如同他那部電影叫《行運操任》裡面所講的 你的運線只要走得非常非常好 加上你自己自身本身的條件跟努力 最後就可以得到不少的成就 梁朝偉他在看風水那一段 他其實講很多東西 事實上是跟風水學 是真的就是如此的 那在1994年呢 還有一部影局叫做《命轉乾坤》 你相信風水嗎? 那裡面呢 講的也是啊 一個人怎麼去跟生命做對抗 秦寶劍當即給長髮男算了一挂 說他三分鐘之內就會離開這裡 長髮男自然是不會相信 還說到腳是他的 他想走就走想留就留 除非有人抬他出去 秦寶劍為了證實自己所說非虛 與他打起了躲 三分鐘後便真假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長髮男開始挑釁 局勢啊 還有30秒啊 就在這時長髮男的手機鈴聲響起 原來是他老婆打來的 兒子突然生病 讓他趕緊趕往醫院 香港因為地小人抽 因為競爭力大 所以他們比其他地方人 更相信命運 更相信風水 但是他們卻也更相信 可以改變命運 然後可以突破命理的困境 但是呢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呢 他們的影視作品裡面啊 會談到很多東西呢 他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只不過他畢竟是影視作品 所以呢 他有些東西呢 會被扭曲 譬如說在很多影視作品裡面 會談到啊 原天鋼蹭骨術 就一般現在我們所知道的 用你的那個八字 看你的脊梁重 這所謂原天鋼蹭骨術 那看你是 你如果在三梁以下的呢 比較容易卡陰 然後你如果在五梁六梁以上呢 就是復歸命 然後皇帝命呢 一定要在七梁二以上 但是這個事情呢 其實啊 我們就必須要講到說啊 實際上呢 這個原天鋼蹭骨術 他現在考究起來 很可能啊 是朱元璋杜磚的 以我自己在算命的例子來講 我就有看到那一種 四五兩命中的人 他一樣可以看到鬼 然後六七兩命中的人呢 他一樣窮困的要倒 在命理學上面啊 我們其實受了很多影視的影響 在取一部電影叫東方三峽 1993年的東方三峽 公公呢 希望啊 能夠掌控這個王超 要找到啊 有皇帝命的小孩 命盤做紫威心 而且左輔右臂 都同時都在公位內的 這個是所謂的皇帝命 那事實上 有學斗數人都知道說啊 紫威心呢 他一定要有左輔跟右臂 最好是童公 不然也要在三方四陣之內 最好可以再加上奎月 最好再加上輔相 這個叫做君臣清暉歌 可是事實上呢 就除了從電影所看到的 這個公公呢 他找了這樣子的嬰兒之後呢 他只留下了一個 其他的他是要殺掉的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不管你是從東方三峽的 店裡面看到的 或是從行運草裡面看到的 或是從牛短前骨裡面看到的 或者是我們看到很多的作品裡面 他其實都會跟大家提到一個 就是說也許命格很重要 可是實際上努力很重要 常常在討論所謂的命理的原理的時候 我們也常要傳達給大家的 本命盤到底重不重要 本命盤當然重要 可是運氣重不重要 運氣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你在本命盤的結構裡面 跟行運的狀況裡面 你是不是完全的就沒有辦法去做改變 跟掙脫呢 實際上也不是這個樣子 每一個人都可以因為你的努力 而去改變你的人生 命理學對我們來講呢 就像是一張人真的地圖 告訴我們有什麼地方要去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但是呢地圖並不是私的 我們可以自己做選擇 當你了解了命理的原理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所謂的元天鋼襯骨術 達某一掌筋 這種是被杜撰出來的 那真的命理學技巧 它應該是結構嚴謹而清晰 而且非常非常有科學跟理路的 謝謝